师父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法门在天上的道场 是在四圣中的哪一个道 我们将来如果修 如果修到我们法门在天上的道场 在天上怎么修呢 请问四圣道或者是西方极类的世界化 想生一个街的话 是不是需要下来救度有缘众生呢 你说的呢 首先呢 我们修的一定 修出六道的话 你进入的四圣道 四圣道的话一般的 如果你这个人在人间 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弟子 只管自己修 很努力 对不对啊 他也发书 他也度人 但是呢 他非常努力 但是呢 他不是救度很多人 那最后呢 他就进入生门道 做生门菩萨了 有的人呢 很觉悟 自己从来不做坏事 还劝劝别人 但是呢 他付出不多 他管着自己 一辈子没做坏事 而且他心向着菩萨 他们进入圆觉道 觉悟啊 他缘分到了 他觉悟了 他圆觉菩萨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像我们现在呢 如果又帮助别人 有修心 有念经 有自修 有度人 啊 而且呢 拼命在全世界 这么度人 那么我们 直接进入的是 菩萨道呀 菩萨道 其实我们 真正的进入 就是菩萨道 心灵法门的人 如果修成 那上去是菩萨道的 基本上 菩萨道 哦 菩萨道嘛 你到了菩萨道嘛 你就慢慢要 如果下来度人啦 你境界更要高啦 那你们就进入佛道了呀 哦 那是不是 你说刚才说的 那个生文道 到圆觉道 是不是生文道 到圆觉道 必须生文道的这个人 必须下来救度众生 才能到圆觉道呢 还是不用下来 就可以修修修 哦 他一定下来的 生文道 圆觉道的菩萨 他有时候自己 没有办法管住的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好啊 你就知道了 比方说 你跟台大修了一辈子 对不对 我们举例子 你到了 生文道了 对不对 那么台长到菩萨道 那么台长一许愿 说我要到人间再来 成员再来 再来救人了 这个时候呢 我要下来的时候呢 你是根本身不由己的 你必须要跟我下来 因为第一 你是我的弟子 第二 你虽然修成了 因为你的师父 他要下来救人了 你这个弟子 你说你能不跟着我走吗 你自己身不由己的 你就说 我也要下去救人 我也要帮着师父 我做师父的护法 啪 就全下来了 啊 就这样了 那么你当你在人间修成了 你跟着师父一定会很近的 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跟着台长很近一样 等到台长又回去的时候 你们一定回去 那你回去的时候 你已经到菩萨道了呀 是这个概念 你听得懂了不 因为身不由己的 你到身分道 原觉道 还有菩萨道 菩萨道还有一点自己自控的能力 可以说 我再好好修修再下去度人 对不对呀 但是身分道 原觉道 就相当于一种 比较那个 像一个大护法菩萨一样 护法菩萨的责任是什么 责任就是下去 帮助 帮助那种 正法的菩萨下去救人 明白了吗 明白了